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的思维 深入探讨由前RSF访问学者亚当 贝林斯基撰写的《政治谣言》 为什么我们接受错误信息以及如何对抗 贝林斯基在他的书中 深入剖析了为何政治谣言在缺乏证据和被辟谣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和流传 谁最可能相信这些谣言 以及如何有效地对抗他们 在这次访谈中 贝林斯基分享了他的研究发现 并回答了一些关键问题 例如政治谣言的起源 传播变化 以及政治精英在错误信息散播中的角色 他还探讨了不同人群如何参与谣言传播 以及最有效的对抗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一位杰出的政治科学家亚当·贝林斯基 Adam Berinsky 关于政治谣言的研究 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曾担任罗素赛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 并撰写了政治谣言 我们为何接受错误信息及如何应对一书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详细了解 贝林斯基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和研究发现 并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让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和作者的研究动机 贝林斯基在2009年夏天开始对政治谣言产生兴趣 当时他研究了关于奥巴马总统出生地的谣言 以及有关死亡小组的传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政治错误信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促使他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研究 贝林斯基指出 政治谣言和错误信息是未经证实的主张 却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这对民主制度可能造成极大的伤害 接下来 让我们探讨贝林斯基对政治谣言历史和传播方式的分析 他指出 政治谣言并非新生事物 从美国建国之前就存在 且不仅限于美国 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谣言传播方式 贝林斯基特别提到 现代互联网的发展极大的改变了谣言的传播方式 互联网使得谣言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 人们可以轻松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群 甚至通过社交媒体观察他人的对话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谣言的影响范围 贝林斯基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四类人群的框架 用于描述公众如何与谣言互动 他将人群分为创造者 信徒 拒绝者 和不确定者 创造者是那些出于政治或经济动机 而制造错误信息的人 信徒是那些完全接受谣言的人 拒绝者是完全否定谣言的人 而不确定者则介于两者之间 他们既不完全相信 也不完全否认 这部分人群尤为关键 因为他们的不确定性会在政治系统中造成混乱 贝林斯基强调 减少谣言的接受率并非唯一目标 最大化谣言的拒绝率同样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相信政治谣言呢 贝林斯基的研究发现 人们的信谣倾向有两个维度 一是对齐文义士的普遍信任 二是政治倾向 民主党人更容易拒绝关于民主党人的谣言 而共和党人则更容易拒绝关于共和党人的谣言 贝林斯基特别指出 这种信谣倾向不仅仅是表达对政治对手的不满 很多人确实相信这些谣言 政治精英在错误信息的传播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贝林斯基认为精英的作用至关重要 大多数人并不时刻关注政治 他们更多依赖于自己喜欢的政治领导人的言论 因此当领导人传播错误信息时 公众自然会受到影响 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 传播的选举舞弊谣言 很多共和党人因此产生怀疑 这对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 针对如何应对政治谣言 贝林斯基提出了几个策略 他认为解决谣言问题 关键在于传递信息的人是谁 例如反驳关于死亡小组的谣言时 由共和党政治家出面效果最佳 因为他们的言论更具说服力 然而这种策略并非万能 实际效果可能会因情境而已 贝林斯基还提到 社会科学界在寻找解决错误信息的方法时 常常热衷于寻找银弹 即一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事实上没有单一的方法 能够完美应对所有情况 贝林斯基提出了一个瑞士奶酪模型 即通过多种不同的策略相互配合 弥补各自的缺陷 从而形成更为有效的应对机制 例如可以通过先预防性的培训公众 再在他们接触错误信息时提供矫正 这两种策略联合使用可能效果更佳 这种多层次多策略的联合干预方法 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政治谣言问题 总的来说 贝林斯基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政治谣言的复杂性和广泛性 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应对策略 未来我们需要更多责任心强的政治领导人 和更综合的干预方法 来抵御错误信息对民主制度的侵害 感谢大家的收看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关注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亚当·贝林斯基·埃登·比林斯基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曾是罗素赛奇基金会 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访问学者 他的著作《政治谣言》 为什么我们会接受错误信息 以及如何应对 Political Rumors Why We Accept Misinformation and How to Fight Aid 探讨了政治谣言的存在原因 持续性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谣言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 贝林斯基分享了他的研究发现 贝林斯基的兴趣起源于2009年 当时美国的政治谣言特别猖獗 尤其是有关奥巴马总统出生地 以及评价医疗法案 是否建立死亡小组的谣言 这些谣言虽然经过证实未虚假 却依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对民主造成巨大损害 贝林斯基指出 政治谣言并非新现象 从美国建国前就已经存在 并且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尽管散布谣言的方式 从传统的传单 留言机 到现代的互联网 有所改变 但人们爱谈论奇闻异事的本性 并未改变 互联网的出现 使谣言的传播更加迅速 并且使人们更容易找到 志同道合的人 从而加速谣言的扩散 贝林斯基将公众 对谣言的反应 分为四类 谣言创造者 谣言信仰者 谣言拒绝者 和不确定者 创造者通常有政治或经济动机 信仰者和拒绝者 是各自坚持自己立场的人 而不确定者 则是那些未能完全接受 或拒绝谣言的人 贝林斯基的研究显示 关注这些不确定者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的态度 对于最大限度的减少谣言 接受度和提升谣言拒绝度 至关重要 影响人们相信政治谣言的因素 包括对非现实故事的 普遍信念和政治因素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 更倾向于拒绝对方的谣言 贝林斯基的研究 还发现 即使给予人们激励 或要求他们 设法撇开政治情感 他们依然会坚持谣言 政治精英在谣言传播中 扮演重要角色 大多数公众并不深入研究政治 而是依赖政治领袖的话语 因为政治领袖的话语 有可能影响大众对事实的接受 这使得政治领袖 在传播真实信息方面的责任 变得尤为重要 然而 当政治利益驱使领袖们 散布错误信息时 情况就会变得复杂 关于如何应对政治错误信息 贝林斯基认为 信息的质量非常重要 并且 谁来传递信息 同样重要 他发现 由具有可信度的人士 传递信息 例如反对党的政治人物 效果会更好 然而 这并非万能解决方案 因为不同情况下 效果不一 贝林斯基强调 应对错误信息 不应追求单一的理想解决方案 而应考虑多种策略的结合 从而弥补各自的不足 他将这形容为 瑞士奶酪模型 及美中措施都有其漏洞 但通过合理组合 可以共同补齐这些漏洞 达到更好的效果 总之 贝林斯基的研究 强调了政治谣言的复杂性 及其对民主的威胁 并提出了多层次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好 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下 Adam Brinsky的新书 政治谣言 首先 我觉得这本书 无疑是一场揭露现代社会 如何被虚假信息困扰的盛宴 从2009年开始 政治谣言和错误信息 成为了社会的一大毒瘤 看看我们的历史 不要忘了 古代谣言也是一样猖獗 比如罗马时代的 凯撒被外星人绑架 但现在因为互联网 这些谣言传播得更快更广 Berinsky指出 我们需要关注那些不确定的人 他们是烟雾总是有火的信徒 而不是直接的谣言拥护者 这些人是我们需要教育和引导的重点 哈哈 楚天书 你说得很好 但你真的觉得这些烟雾总是有火的人会听进去吗 想想看 土星人统治地球的阴谋论都有人信 有时候我们需要承认 人类的好奇心和无聊是推动这些谣言的主要驱动力 从古罗马到现代 这些谣言和阴谋论不仅仅是信息的问题 更是人性的问题 而且Berinsky自己也承认 他的解决方案就像瑞士奶酪 有很多洞并不完美 所以教育和引导这些人真的那么容易吗 你这魔说也有道理 谢其器 人类的确容易被好奇心驱使 然而 难道我们应该因此放弃吗 看看19世纪的美国 当时的假新闻和谣言也是满天飞 但我们还是通过教育和媒体的进步 慢慢改善了这个问题 Berinsky提到 政治精英的责任是关键 我们需要更多像Liz Cheney这样的领袖 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反对错误信息 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失去政治地位 这样的榜样可以激励更多人去质疑和拒绝谣言 楚天书 你这样说似乎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你知道Liz Cheney只是个例外 更多的政治精英不是忙着传播谣言 就是在默许谣言的传播 因为这对他们有利 想想特朗普 他明知道2020年选举是公平的 但他仍然选择散布选举被偷的谣言 这不是一两个精英能扭转的局面 说到底 政治谣言的传播和人类的心理结构 有深深的关联 搞笑的是 你给他们看再多的事实 有些人还是会坚持他们的奇怪信仰 就像你说的瑞士奶酪 有洞的东西怎么可能完美呢 哈哈 谢奇奇 你说的对 这确实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现实中 很多领袖确实在利用谣言来达到政治目的 就像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名言 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努力 Berinsky的研究显示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减少这些谣言的影响 比如提高公众的媒体素养 让他们学会识别和拒绝虚假信息 即使这些方法不能完全根除谣言 但只要能减少5%到6%的错误信念 那么我们就朝着更健康的资讯生态迈进了一步 嗯 看来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共识的 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消除谣言 至少我们可以尝试减少他们的影响 就像你说的 5%到6%的改变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许我们应该开始呼吁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小侦探 专注于揭穿谣言 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理性 毕竟 任重而道远 但我们总要有一个开始 好吧 楚天书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目标努力吧 至少我们可以尝试成为那些能够带来改变的人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